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唱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白黄花 的 lifelong 滋味 浪漫的夏夜 牵着手那就是幸福滋味 有些血液的感觉 快乐的忘记我是谁 不知不觉那些轻松岁月 不要紧我 让我回到温暖的下时候 我和你还有相遇规划朵 靠近我 让我回到相遇的时候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你给我震驻 静锐 静锐 孙记者 我这里有商界名流的内幕消息 不知道你们杂志社有没有兴趣 好 明天见 好 明天见 老婆 干嘛烦这么大伙儿啊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看看 这是谁有此理 就因为静锐和沈长青订了婚 现在我们华雅已经淌进了沈氏的浑水 这上面把静锐动用华雅资金的时间 和怎么去帮沈长青写的都是一清二楚的 特别不能让人容忍的是 说说我们的儿子是沈长青的备胎 说他沈长青一直是喜欢一个叫林皓的 说静锐 只是那个沈长青为了达到目的的一个棋子 好了 不要说了 什么东西 好好好 你小小气 小小气 好 喂 是我 什么 又出什么事情了 因为现在 我们华雅和沈氏有联姻关系 华雅的股票已经跌了七个点了 天哪 伯母 沈长青 你拖累金锐还不够 还想把华雅拖下水吗 伯母 您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真会装糊涂啊 你利用完我们华雅 现在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真行啊 沈长青 你心机够深的呀 我当初怎么就看好你做我们家儿媳妇呢 我真是看走眼了 东母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自己看 伯母 这种八卦杂志为了博举发行量什么事情都写得出来 这纯粹是造谣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你说得到轻巧 就因为我们两家联姻 我们华雅的股票已经跌到什么程度了 你知道吗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要听你什么道歉 沈长青 我最后问你一句 你到底愿不愿意马上和金瑞结婚 伯母 现在我真的 够了 沈长青 我真的是受够你了 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金瑞和沈长青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的婚约 到此为止 好 我们去那边说 走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我去那边好吗 好的 请慢用 谢谢啊 丁总 您透露的八卦 我已经刊登了 您还有新消息吗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嗯 好 喂 丁总 京儿八今天来购公司 要求和沈长青解除婚约 知道了 孙记者 我对你的职业素养非常钦佩 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 谢谢 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您放心 就算是金锐和沈长青找到我 我什么话都不会说的 不好意思 我去下洗手间 您请便 您请便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等我指示 不要主动跟我联系 你在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什么 你在公司 你不要命了 被沈长青发现怎么办 哎呀 丁总 你什么时候送我出国呀 我现在每天都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担心不小心露出这么麻酒 恐怕会牵连到丁总啊 你是在威胁我吗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告诉你 化学天际是你找来的 也是你放进去的 我压根就没有借过那些东西 到时候调查起来 我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的 你知道吗 丁总 你不要过河拆桥啊 你急什么 时机成熟了 我自然就会送你出去的 不过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要亲眼看到沈氏垮掉 好了 就先这样 难道 这一切都是丁家会搞的鬼 您好 我是金睿的母亲 你有时间到我们家里来一趟吗 我想跟你谈谈金睿的事情 好的 伯母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来 丁小姐 我想问问你 对我们家金睿的感觉如何 伯母 您 有话我就直说了 金睿对你做出那种事 不管怎么样 我们金家 也该给你有个交代 伯母 我说过 我不会让金睿负责的 金睿虽然是我儿子 但是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吃亏的总是女人 我是不会包庇她的 如果你真的爱我们金睿 我可以帮你 让你们两个在一起 真的 可是 金睿她喜欢的是沈长青啊 我已经让我们金睿和那个沈长青 解除婚约了 有这样的事啊 丁小姐识大体 又懂得为金睿着想 这一点我很喜欢 不像那个沈长青 就知道利用金睿 我看金睿对你 也不是一点情意都没有 你看啊 你可是她 第一个带回家过夜的女孩 我想知道 丁小姐是怎么让我儿子 为你破例的呢 哎 当晚金睿 哎 她喝醉了 哎呀 我儿子从小就被宠坏了 口味特别挑剔 不知道当晚你们喝的是什么酒啊 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丁小姐 我在问你话呢 哎 我们喝的是 是马蒂利 怎么会 我儿子 可是从来都不喝马蒂利的 对不起我记错了 我们喝的是 福特加 对福特加 你你胡说 我儿子根本就不能喝烈酒 这两种酒她从来都不碰 一定是你给她设的圈套 你说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的 啊 不 不是的 你以为你做出跟我儿子上床的把戏 就能让她束手就擒了吗 你以为你破坏他俩的关系 你就有劲可乘了吗 我告诉你 你做梦 就算我不喜欢那个沈长青 我也不能让你这种品行卑劣的女人 架进我们金家的门 你不要逼我 金睿和我的那一晚上 我已经留下了证据 如果她不乖乖的离开沈长青 和我在一起 我就会把照片送到报社 让全社会都知道 到时候金睿就会身败名裂 丁家辉 你就会玩这种把戏是不是啊 你先是利用那些八卦周刊记者乱解一通 现在你又想用报社来威胁我 好 你打 我正有话要和他们好好说说 我要告诉他们 有人在幕后操纵 审视产品质量问题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你报的料打 还是我报的料打 打 打你 你不打 你不打 我来打 你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陷害沈长青 害得我们华雅跟着一起背上恶名 这笔账我会跟你算清楚 你就等你的字式进过吧 你 伯母 伯母 你干什么 你不要我伯母 你不要我伯母 我们在证据 好的 合作愉快 谢谢你啊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闭 金伯父 我是嘉慧 我刚才给伯母打电话 听到里面有争吵声 接着电话就打不通了 我担心伯母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我担心伯母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金伯父 你就通租出来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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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伯母 伯母 喂 120吗 我们这里有人头部受伤 那个 立院小区 立院小区18号 马上过来 谢谢 再见 你没事吧伯母 伯母 坚持一下 救护车马上就要来了 伯父 伯父 教会 你伯母怎么样了 我也是刚到 伯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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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一下伯母 伯父 伯父 你在干什么呢你 让开 伯父 快就救护车 我 我刚刚已经打过120了 伯父 伯父 你对我太太做了什么了 做什么了你 伯父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过来的时候 伯母她不知道怎么了 就已经昏倒了 而且 还流了好多血 沈长青 你说 你说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再说 你和金瑞已经解除婚约了 你来找伯母干什么 怎么回事 这儿 伯母发信息给我 让我过来 谈谈我跟金瑞的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儿 我 手机呢 手机呢 这儿 沈长青啊 沈长青 你撒谎连个草稿都不能打 你看看 你看哪 不管哪 我 怎么会这样的 哎 你想干什么 沈长青 你就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医生啊 医生啊 医生 我太太怎么样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哦 不过由于头部受创 还需要住眼观察几天 那那那 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这个 还不好说 医生 医生 你 你 我太太要是有个什么 那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爸 你怎么动手打人呢 理不大 长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还误会 你妈妈都在抢救世了 你还说是误会 我接到伯母的电话 听到里面有争吵声 我怕伯母有什么不测 就赶紧赶了过去 谁知道一开门 就看见沈长青 把伯母按在地上 伯母昏迷不行 头上还流着血 丁家慧 请你注意说的每一句话 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他胡说 这都是我亲眼见到的 你还敢狡辩呢 对 金蕊 伯母受伤我也很难过 可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今天伯母找我过去 是商量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昏倒在地了 你说你到的时候 伯母已经昏倒了 那到底是谁 给你开的房门呢 我过去的时候 门就是开着的 对 金蕊 你相信我 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伯母呢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该相信谁 成亲 你先走吧 好 儿子 这就是你痴心迷恋的人 你妈妈只不过是用长辈的语气 来教训教训她 她就把你妈妈送到了抢救室 马上给我从沈氏撤资 一分钱都不许留 好戏来了 长青 什么事啊 华雅从我们集团撤资了 什么 看来 她还是不相信我 还有 还有更糟糕的 有一家公司 趁着我们业绩下滑 大量挖走我们公司员工 什么公司 丁氏集团 丁氏集团 就是丁佳慧 将军之安 集团 你不能再和 그러 你不要管我了 就说叶棏 没有酒了 给我 干杯 金蕊 我们到家了 干杯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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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会在这儿 卡拉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昨天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来的 我想起来了 你啊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我特意煲了汤给你喝 喝了以后可以补一补身子 来 尝一尝 趁热喝 凉了可就不好喝了 尝尽 你看谁来了 董事长 刘经理 我去接一下电话 喂 丁总 星星家画厂的刘经理找过沈长青 他们两个在里面聊了很久 星星化工厂 我知道了 丁总 现在审视 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 我是不是可以到您那里工作了 米娅 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说到做到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再等等 我还有事不跟你说了 金睿 你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 我刚刚过来 我想跟你说 我想跟你说 他很好喝 喜欢的话 我可以每天跟你包 嘉惠啊 我想去医院看看我妈妈 你能陪我去吗 好啊 刘经理 今天你怎么有空过来啊 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告诉你 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行行佳话都支持你 谢谢 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谢谢大家 爸 爸怎么样 妈 我是金睿 我来看你了 嘉惠也来了 伯母 我是嘉惠 我会帮您好好照顾金睿的 您一定要好起来 早点醒过来 爸 你等在这儿 我叫医生 我叫医生去 太好了 妈 你能动了 嘉惠 妈一定是听到你的话了 快快快医生 好 医生你来看看 我看看啊 他是不是要醒过来了 好 怎么样啊 医生 金先生 其实金夫人她 神志是清醒的 因为受伤而导致肌肉神经受损 但是要恢复呢 没那么容易 刚才啊 她手指有知觉的这种现象 有可能是病情好转的预兆 但是也很有可能 只是偶发的肌肉抽动 所以还是要继续观察 谢谢医生了 谢谢啊 您费心了 我有些不太舒服 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我送你 不用 你照顾伯母 那你回去注意安全 我留在这里陪我妈 老天保佑 千万不要让她醒过来 千万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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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 等 董事长 走 董事长 董事长 你现在的董事长 应该是丁家慧吧 我 我 说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没 没人指使我这么做 没有人指使你 米娅 你觉得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会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我 米娅 我 我 不说是吗 没关系啊 杰森 来了 说 我说我说 我说 说 是丁家慧给钱 让我在沈氏 监视沈董的一举一动 她答应我事群办完之后 在丁氏集团给我留个 董事长秘书的职位 在我们产品里添加化学品 也是你做的 那不是我 我不知道是谁做的 我只管通风报信 具体谁执行 只有丁家慧知道 很好 是丁家慧给钱 让我在沈氏 监视沈董的一举一动 她答应我事群办完之后 在丁氏集团给我留个 董事长秘书的职位 你好自为之吧 董事长 妈 锦瑞 锦瑞 妈 妈 水 水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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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妈 妈 妈 虽然董事长对问题产品事件进行了澄清 但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恐怕还一时难以消除 所以董事长要在星星佳化场继续生产 我看是徒劳 刘董 我觉得重新生产很有必要 我们要让公众看到我们改正错误的决心 只要我们下一批合格的产品出来 那么公众就会恢复对我们沈氏集团的信任 沈总 你也太天真了吧 这件事情不是靠重新生产就能解决的 更何况 下一批产品出来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可没有时间再在这件事情上耗下去了 一个月 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不行 二十天 两个星期 就两个星期 在两个星期内 星星佳化场 一定会完成下一批产品的生产 沈总 我们给你十天时间 十天之内 如果你不能拿出一批合格的产品 如果沈氏的业绩继续下滑 我们将考虑新的董事长人选 十天这么久 这里是沈氏集团 你来干什么 我现在握有沈氏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是沈氏集团的大股东想赶我走 恐怕还要颠颠你的分量 就算你是沈氏最大的股东 可是你并没有进入董事会 无权在这里说话 好 那我就现在提出要求 我要加入董事会 沈董 丁小姐是沈氏的大股东 理应加入董事会 丁小姐 欢迎你出席下周一的董事会议 谢谢你 刘董 我已经把加入董事会的 第一份提案准备好了 那就是 罢免沈长青的职务 朱董 你刚才说要给沈长青十天的时间 我认为太仁慈了 就算在座的能等 那其他的股东可也等不了了 是 消费者更加等不了 我希望下周一的董事会上 沈董就能交出一份 令大家满意的答复 大家说呢 丁家慧你不要欺人太甚 从今天到下周一 只有五天的时间 怎么可能会完成生产 那么 你就等着我的提案被通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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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丁家慧太可恨了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干 请进 董事长 杨经理 有什么事情吗 董事长 今天董事会的事啊 我已经听说了 我愿意到星星佳化 去支援产品生产 您是我们星星佳化的大救星 工人们也愿意支持您 真的吗 是真的 董事长待我们播报 我不能眼看着董事长有困难 不伸手吗 可是 我们只有五天的时间 就算是昼夜加班 也不可能完成任务 如果我们 舍弃重新包装 和物流分配这两个环节 再把单个产品的伎量 减小到原来的一半 那么 我们就完全有可能 在五天之内 完成一个批次的生产任务 把剂量减小到原来的一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我们可以推出 小容量的减装产品 同时放弃仓储缓解 下线的产品 直接运往总公司来验收 这样 就可以大大缩短生产的周期 的确是个好办法 我已经和手下的人说好了 正好呢 其他几个工厂也都停产了 大家都愿意到星星佳化 去支援生产 杨经理 那就麻烦你了 董事长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董事长您看啊 我已经安排了人员轮换 现在呢大家三班等 机器转起来就不会停 直到完工为止 董事长 您是不是累了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这里有我和刘经理盯着 您就放心吧 那好吧 这里就麻烦你们了 那我先回去了 好 辛苦啊 没事没事 慢走啊 嗯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可是工厂四周的摄像头 不好下手啊 带上东西跟我来 小心别让别人看见 来 这里是建国的摩区 快快快 杨经理 你就是这么帮我的吗 演技不错嘛 要不是我们早有准备 还真被你给骗了 李助理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们 我来干 我来干 放开我 干什么呀你们 放开 天边的地平线 我以为能够触摸 就像触摸你的温柔 像昨天的誓言 我以为明天会实现 可是爱有时候会变 明月 明月 不是说换就能够换 但是爱 永远 只能有一条主线 天空 永远又等着你的那朵雨 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 爱燃烧 弥漫的味道 躲不去 看着你 一个世纪不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拥抱的心 会给你温暖 燃烧的火焰 陪你走到终点 爱燃烧 爱燃烧 梦幻的味道 忘不了 抱着你 直到世界变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相爱的心 会给你勇敢 燃烧的火焰 迎着你的笑脸 脑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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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